夫 坪树更于水 树木更于土 蛟龙水居 虎豹山处 天地之信也 我叫阿末 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 大海 在山口那边是海吗 是的 人们啊 都肯相信 在不停的翻越无数座山后 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 你终会摊上 麻木啊 在读书啊 爸 山的那边是海的那边是什么 你啊 多读点书啊 以后去外面世界看看 也像我那么辛苦 阿末 你看 这鱼多大啊 哇 好大只哦 这鱼啊 跟我们一家人吃的 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 海寄托着我很多想法 然而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这学期新来的自然老师 我姓林 我姓林 大家知道小麦生长在哪里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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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位小朋友 请你来回答咯 在大海里 在大海里 原本的我以为 海是全世界 任何事物都来自于我生活的这片大海 但是同学们的嘲笑 开始打破了我的认知 于是我把鱼 中进了土里 我把小麦 中进了海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朋友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做什么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 我的小麦枯萎了 我想让大海救护它 哎呀 傻孩子 小麦枯萎了 是因为它成熟了啊 其实啊 你身后还有这片大地 那才是小麦应该生长的地方呀 你回头看看 那种子应该生长在哪里呢 土里 当年老师说 世界不仅有海 还有山 万物在这个完整的世界里生长 而小麦 也需要在这个土地里生长 我们从播种撒麦 到翻土浇水的过程中 小麦从发育到成熟 让我们了解了万物的生长 幼时 我生来就处于大海环境中 认为水生万物 当我见到第一株小麦时 想尽办法在海中种植 接着 我又妄想 在土中收获鱼群 直到老师说 小麦只能生长在土里 而鱼只能生活在水中 但不论是水还是土 终究并非万能 我长大后才明白 老师当年教我 不只是简单地种小麦 更是通过小麦来了解 完整的世界和万物的生长 麸平树根于水 树木根于土 交流水居 土豹山处 天地之信念 世间万物 都有它们生长的地方 鱼就应该生活在沧海之中 小麦就应该长在苍田之上 而我就应该立于天地之间